好那裡面當然他有分就是哪個班級 那班級之外其他的姓名跟他的相關的成績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我這邊有個下拉清單那下拉清單當然有三個班級我希望能夠 當我點選第一班的時候他能夠自動幫我把第一班的資料自動搬過來 OK那當然我選第二班把第二班的資料給搬過來 那當然未來也許這資料 可能不是在同一個工作表也許這個資料是資料的工作表 那另外前面的這個下拉清單又是另外 當然這可以用在什麼地方比如說你有12個月份的資料 12個月份那你要自動產生12個月份的資料的 也許產生報表的話那你其實可以有一個下拉清單 然後呢當你點選之後的話你可以自動去抓取 某一個月份的資料或者某一個人 某一件事某一個東西其實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那做法上面當然不外乎 我們可以用那個函數的方法來做 函數要怎麼做 另外用VBA來做 那兩者當然 各有的確定說哪一個比較簡單 其實都不一定 有時候習慣之後 反而有時候寫VBA還比較簡單一些些 尤其是越複雜的邏輯 其實寫VBA越好解決 反而你越就是各有優缺點 簡單的邏輯你用函數兩下就做完了 但是有些像同學常常問到的問題 那個邏輯實在是太多太複雜 如果你用公式 可能你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才有辦法把那個問題給解決 但是如果你用VBA的話 它可以全部把它串連在一起 那也許你一個按鈕或者是制定一個函數 你的問題也許就解決了 OK 所以 這地方請各位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第一個 下拉清單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也是用前面所講過的 有個資料驗證 那因為這個地方 來源 來源有幾種 也許你可以 可以把它 像我這邊是寫固定的 如果說你的來源 固定就三個斑 一二三 你可以在中間加斗點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不是固定的話 你可以把什麼呢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斑集 比如說複製一下 假如可能會有第四斑吧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貼上之後 再利用這邊有個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這邊的話 當然你可以按確定之後 它就會變一二三斑了 比如說你有 可能很多的資料 你希望把 把裡面的清單 先做出來 那當然我講過啦 你如果說要做下拉清單的話 不外乎就剛剛的方法 剛剛是寫固定的 一斑斗點 二斑 三斑 這樣 那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利用 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前面講過 你可以先移除重複之後 再利用公式 裡面有一個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立案確定 這個時候呢 在這個 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有個班級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過的 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用也是資料 裡面有個資料 驗證 那這個如果不是固定的來源 你可以用F3 比如說我今天一樣 可以從班級裡面 去抓這個資料 那那個清單你當然你可以放在任意的工作表 或者任意的 反正你不一定 放哪個地方 你只要F3能夠找到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對應到 那這樣下拉也可以會產生 OK 那 當然如果說像這邊 有同學可能會未來有三 有四班有五班的話 其實有些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 你現在是固定這個 那也許你在這個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也許你這個地方 說不定你可以再把它稍微多一點點 預留個空間 那將來 不過它有個缺點 因為 你預留之後 它一樣 可以 讓你做下拉清單的動作 只是說會有個缺點 就是說它會有空白 那我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 固定 它裡面的功能 會有一些限制 你沒有辦法說 除非說你自己做 用VBA 在表單裡面 做下拉清單 那個控制的可能就會 比較 多樣 而且彈性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希望在 Excel裡面做 沒辦法 因為它 就是只能用 資料裡面的那個 資料驗證 或者是說 也許還有方法 就是說用那個 VBA 變動 什麼 這個的範圍 那不過還是要 需要用VBA 去變動 所以這部分的話 OK 請各位稍微想想看 這個地方的邏輯 那如果我希望有兩個方法 也許來畫面先畫面 也許你可以用 先用函數好了 有沒有什麼函數 可以快速的幫我們 把這一件事給解決 那第一個 這個也許你 可以用那個 幾個方法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來喔 請問 老師 我想問 在這邊為什麼 一定要 排除重複之後 才能做成清單 因為 如果說你要做清單 你也可以 像一般人可以用排序啊 可是排序你要再 再刪除啊 所以變成說 裡面有十項 但是其實 我有重複的話 它清單 下次選擇 如果 我不會排除重複的 下次選擇會不會一樣 就十筆 它不會說 一二三法 它就是總共 不會不會 它就是把你全部 可是裡面有很多重複的嘛 那我們需要的清單 就是不重複的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通常 我需要一個清單的時候 通常就是移除重複嘛 那麼聰明就是清單的時候 他直接換作 喔那麼聰明 那你就不用學VBA啦 對不對 就是很多地方 就是因為他不聰明嘛 所以你要讓他變聰明 所以我很想學VBA 他如何排除重複性 用別的練習 很多啊 因為去看一下 這個做完的結果類似是長這樣 就是 假設我向他清單的時候 一般他會把 這邊裡面一般的話 幫我把它抓過來 OK 那如果是二般的話 那就把二般抓過來 三般就把三般抓過來 那這邊的話 大概 了解一下 其實主要我們會用到 四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 不是乙伏 乙伏的話 當然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他的那個班級是不是一樣 OK 第二個的話呢 還要判斷什麼 因為我需要把那個 找到的 就是說 他班級相同的 找到的部分 按照什麼呢 按照他的列 按照他是哪一列 去幫我把他抓過來 所以我會用到一個small small是做排序 排序是 因為這裡面如果 他沒有相同的話 我會輸出一個n 這個n的話 是我制定的 就是找不到的 OK 那如果有找到的話 會回傳回來 他是第幾列 OK 然後 但是呢 最後我當然會希望就是說 把那個找到的 放在上面 找不到的放下面 再利用index 去把資料抓過來 那因為n 這個東西最後 他一定會是 抓不到資料 會產生value的錯誤 所以我們會需要過濾 當然所以會有四個步驟 那首先的話 我們第一個來看一下 就往大概長這樣 我們來一個一個來看 裡面 你看一串 就這麼一串 而且裡面會用到一個概念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 在eSale裡面 能夠重複 有點像VBA裡面 跑回圈的那個概念 那這裡會需要用到一個 叫做所謂的 執行 陣列 執行陣列 而且執行陣列 外面雖然是個大瓜壺 可是這個大瓜壺 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你要用一個組合鍵 讓它自動產生 如果你自己打大瓜壺 它不會執行 你一定要記得 你要執行的話 執行陣列一定是 Control Shift 加Enter 如果你自己打大瓜壺 因為之前有同學自己打大瓜壺 然後打勾 發現奇怪 老師為什麼不行 明明我做的跟你一樣 因為這個大瓜壺 不是自己打的 是Control Shift 加Enter 而且這個 這其實有點像是在 Excel裡面 執行 VBA的回圈 那回圈是FOR 多少到多少 那一個NAS 不過在這邊 它因為為了要簡化 它不可能說FORNAS寫一堆 不像VBA可以寫這麼多 所以它必須要在 一行裡面 把所有的事情 通通處理掉 一行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說叫你一次 打這麼多東西 怎麼打一個 其實 我們來從頭看一下 基本上我把這個刪掉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了解 一幅的邏輯 所以插入一個 這個一幅邏輯 應該各位比較簡單 一幅什麼呢 一幅 就是這個班級 就是 應該是 比如說我今天以那個A2 當基準 A2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H2 OK 這個邏輯如果為True的時候 你就告訴我 它現在是在哪一列 反之的話 就輸出 OK 輸出的列 我們可以用Raw 比如說我今天又需要 因為將來會用Index來抓 哪一列 我們今天假設是A2 OK 把A2的列給抓過來 所以抓過來 它告訴我 我現在在第二列 反之的話呢 我輸出一個什麼呢 一個N 就是找不到 OK 當然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我記得 這個地方 一定要在鎖什麼 比如說一定要鎖H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你這邊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H2給鎖起來固定住 那A2的話呢 因為我等一下會向右 向下 那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你只能鎖什麼 鎖A欄 因為班級一定在A欄 可是你向下的話 你列不能鎖 所以這邊記得只能鎖A喔 不能鎖2喔 所以把這個A給鎖起來 表示說我將來比對 即便我向右的話 他還是只能去比對的是班級喔 OK不會因為說我向右 然後就比其他的藍 不是喔 OK 所以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這非常重要喔 只能鎖藍喔 OK 鎖單邊喔 OK好 那打勾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喔 這地方我把它改成 假設一般的話 他就告訴我喔 欸你第2列是有的 好那向右 這一列都有 OK 然後向下 喔 第2列也是 這個第3列也是 第4列不是 第5列也是 OK 可是像這樣的資料 我沒辦法應用喔 我不能 我到這配合index 抓的話 變成說 有的有 有的沒有 所以必須要做一個排序 那排序在這裡當然喔 你不能不可能說 直接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排序去排序它啦 因為它是一個公式 所以怎麼辦呢 這時候喔 我們可以用一個 排序的函數 統計裡面有一個叫small 那small的話喔 不過呢 small這個函數的話 如果說你要把它排序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要排的是一個範圍 因為排序不可能 你自己跟自己比嘛 你一定要是一個範圍 所以第2個步驟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這個if 把它剪下來 然後呢 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small的函數 small的函數在統計裡面 統計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那個small s開頭嘛 所以找到 small這個函數 那這個small的函數呢 它有兩個參數 反正呢 第一個 請你告訴我範圍 array 第二個呢 請你告訴我k 這個k指的是 第幾小 它是從小開始排 排到大 那這個範圍裡面呢 最小就是2 最大的話就是7 其實應該不是7 應該最大的是n 因為它會先排數字 再排英文 所以呢n會被你排在後面 那可是問題 我如何利用那個small來排序 這地方的話呢 當然呢 類似的 做法其實 還有像什麼 除了small之外 還有一個叫latch latch跟small 剛好顛倒 latch是 由大排到小 small的話是 由小排到大 可是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邊這個地方比較困難的一點 就是說呢 按確定之後 那我把那個剛剛 我們這個邏輯先貼上 可是貼上的時候呢 請各位改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 剛剛是 只有比a2 可是我未來特別知道 我需要是比什麼 比一個範圍 哪個範圍呢 從a2 到a12 所以記得 這邊呢 請各位 選的時候 把這個a2改成a2 到 a12 這個範圍 也就是你要給它一個是一個範圍 範圍喔 去比喔 比一樣是比那個h2 因為可是問題你這個 這個範圍請你先把它鎖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按f4 固定起來 因為這個範圍呢 不會因為你向下 向右 而改變喔 因為比較的時候呢 你不能改這個範圍 再來的話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複製 把列的部分喔 剛剛也是 抓那個哪一列 可是我現在還是需要給它一個範圍 所以你把a2到a12 一樣把它貼到 反正原來是a2的部分喔 通通改成a2到a12 是一個array喔 因為它是要跟你要一個陣列喔 一個範圍喔 OK 所以你必須要 而且要把它鎖起來 位置要固定起來 好 那地級小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取得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因為最小的是2嘛 所以我現在這個地方我可以怎麼樣 那我等一下會向下 向下的話呢 那就是第1小第2小第3小 最後反正就是以時類推 所以我這邊的話我可以利用一個函數 前面講過叫r r OK 可是它現在的列是在第5列 那我現在要是最小那個 所以最小的話是1啦 那我需要的數字是1怎麼辦 減掉4不就好了 那因為等一下那個r 你向下的話 它會怎麼樣 它會變成1 變成2 變成3 比如第5列 減掉4是1嘛 再往下的話就23 所以就是意思說 第1小 第2小 第3小 有沒有越來越 反正就是 由小排到大 OK 好 做完了 不過呢 現在還沒有結束 因為 它這邊我們給它的是一個範圍 那如果說你要執行的話 特別重要 你不能只打勾 打勾的話 只會去執行 這個範圍 A2的 就是第1列 就是A2的部分 那A3到A12怎麼辦 這個地方 請各位注意 我剛剛講過的 你要執行 正列 那執行正列喔 不是這樣打勾喔 必須怎麼樣 游標放在裡面 Ctrl Shift 再加Enter 這是最關鍵的 OK 那你會發現喔 我把它向右 它一樣會去抓到 同一列 就是最小的是第2列 那你把它向下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幫你自動排 23456 11 12 可是呢 後面的N喔 因為它沒有辦法幫我們排序 所以它會有 這個錯誤訊息發生 不過暫時不用 忽略不用 不用理它 反正我們主要呢 只要先可以排出這個錯 反正到最後 再用index抓 可是還是會有錯誤啦 最後再利用什麼 if 去把它過濾掉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 以後反正 它在變動資料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這些錯誤出現 OK喔 所以請各位 應該OK吧 反正邏輯知道的話 你就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邏輯不清楚 你可能 關鍵特別注意喔 我事先用if喔 先比的時候 只有比A2喔 而且只有去抓那個 A所單邊 那small的話呢 是 這邊喔 它是一個範圍 而且這邊一樣是一個範圍 這是最急 因為我現在是第五列 所以是5 減掉 4 剛好就是第1 向下的話呢 就是第2小 第3 反正就是有點排序的作用 那因為這個公式 最後記得 Ctrl-Shift加End 才能執行這個正列 那因為這個公式 可能 可能 如果同學會假設 記不起來的話 沒關係 這邊有啦 OK 這邊 記得這個大瓜糊 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複製的話 你就是複製這個公式 再貼上之後 Ctrl-Shift加Enter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先用if加small 先把抓到的資料 做一個排列 從小排到大 等一下的話 再利用index 去抓到 需要的資料 然後呢 再把不需要的資料 比如說一些錯誤訊息 用ifl 把它擴慮掉 所以會有四個階段 OK 試試看好了 這個其實 坊間 的書籍 也還是有 講到正列 不過通常是不是很清楚 因為要講正列 其實說真的用文字敘述 還真的是很難 敘述的清楚 有的時候如果沒有一些 連續動作的話 而且書上當然就是 只有大瓜糊 可是很多人一頭霧水 我打上大瓜糊 為什麼不會work 因為 它這個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 是Control Shift 按住再加Enter 試一下 試試看 好嗎